好 回到《科學新知》第三節了 這個題目我自認都是要投降的 這個叫做《二維時間》 雖然這篇文章是我傳給陳佑博士的 但是其實我看不明白什麼 那你可不可以從頭到尾講一次是什麼事呢? 哇 這個真是不負責任 扔給我 這個題目是很難的 尤其是我記得以前我們講諾貝爾獎的時候 陳志雲也曾經講過 我最忌憚的就是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那些糧紙再加上這個凝聚太物理 那些這樣的題目 我就發抵抗了 這次這個也是 但是我自己 譬如 它裡面 我會說 這個新聞的定的標題 和裡面內容都需要的知識 我覺得是有些標題檔的 那它就講到就說 哇 物理學家就發現了一種 物理系統的新的形態 那個新的形態能夠表現出 它在那個量子系統的世界裡面 好像有兩維不同的時間這樣 我們在這個世界的時間是三維空間一維時間 它說這個量子體裡面呈現的是兩維時間 哇 這個世界上是不是有超過第二維的時間 你就會想到那些什麼多維時空 這些東西 甚至超延理論 就不要飛去那裡 OK? 但是我看回原來這個題目 正正式式是和什麼東西最有關呢?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科學發現 是和這個未來能夠實際運用到量子運算 整量子電腦很有關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技術 而這個重要的技術呢 是和你怎樣好好地去保存 去儲存 令到一個量子太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但是為什麼它用這個手段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 我是不懂的 但是它具體的手段是用什麼呢? 就是容許我在這一節用一些的比喻 來帶大家去明白這個發現究竟是說什麼 它也是發表了去 我有沒有看錯是不是都是Nature? 我先看看吧 你繼續講一下 是的 又是很重要的學術期刊 就是第一流的學術期刊 所以我選了Nature的東西 所以原來Nature的東西 我第一節講的什麼腦退化症 刊登在Nature都會出錯一些 你說多慘啊這些東西 是不是? 但是沒有辦法 科學的東西錯就是錯的了 這就沒得說了 但是這次如果講這節的研究 我們要解構一件 要提出一個問題 大家真的要很銷路啊 我會說 大家首先要知道 量子電腦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的東西 就是你要有一個量子的委員 一個Qbit 裡面幫你儲存了一些資訊 OK? 我們平時的電腦呢 那個bit就是零同一零同一是二元的東西 我們就很容易就用一些電腦來幫我們將這些零同一零同一的東西 加加減減 然後幫我們做運算 但是在量子世界裡面呢 一個量子的委員呢 它可以是零 可以是一 也可以同時是零同一 於是它在一個bit裡面能夠放的資訊量是更加多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能夠去做到這個量子的委員 去做量子的運算 是不是可以在一個更加小的空間裡面 去做更加大的運算量呢?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去做 對於這個量子運算 量子電腦一個很重要的期待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當一個量子系統 一個這樣的qubit 它儲存了資訊的時候 就不像我們平時這些東西 我們save a day 我們寫下一個零字就零字 一字就一字 寫下一個不改又不改 你一直供電下去 那它的東西就可以不改的了 不動的了 只要你比喻能量維繫 但是在量子系統裡面 你要做到一個量子狀態很穩定 把資訊很穩定的儲存在那裡 說就很容易 你不是說插絕電就可以了 你插絕電之外 你還要一路好像控著 好像一路你踢那些人玩花式足球 控著那個球 不要讓它落地這樣來去做 如果不是那些量子東西呢 說明量子東西就是它一時間表現一個狀態 你不理它 它就化開了 散開了 它那個穩定的狀態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我們想成功地利用這些量子東西來做運算 你就想像一下 你現在不是在用一粒圍棋 來跟你做加減數 不是在做一粒 兩粒 三粒 你是在用一堆隨時會散開的棉花糖 基本上就等於我的感覺 如果你吃煙的話呢 你套一塊雲出來套完第二塊雲 你一塊雲就加了第二塊雲 你還要希望那幾塊雲不要散開 令到你可以最容易數到有多少塊雲 混在一起 而你還要不是一塊雲 兩塊雲 是很多塊雲 這些量子東西就是這樣了 就是很多一塊二塊雲的東西 OK 你是很希望你能夠依然保持那個 周圍有一個系統幫你控制著這堆這樣的量子東西 令到那些一塊二塊雲 還可以在你的運算 在你的量子公式運算之內 所以你維持量子狀態的穩定 變成是那個量子運算裡面的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自己記得 我在自己做研究生的時候 都有讀過就是說 甚至乎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科學生之》節目講過 講過我都不記得了 我們怎樣好好地去控制這個量子狀態 令它穩定呢? 其實一路大家是很需要 我覺得用一個花式足球的比喻就很像的 我們不想那個球掉下來 我們就不停地需要用一隻腳 去把那個球踢高來控制它 讓它不要跌下來 每一下怎麼踢 我們要那個身眼手腳要配合得好 令到我們踢得對 令到我們每次跌下來的時候 它都沒有辦法跌下來 穩定地去沿浮在半空的一種狀態 當然了 我們在這個量子系統裡面 我們需要找一些東西不停地踢著它 我們是找什麼踢呢? 找一支激光來去踢 踢的時候呢 要很有節奏 是不是說一下一下一下踢都可以的 但是呢 都是維持 如果你是控制它 很有節奏地 穩劣地去控制它 你都可以維持它 而且可以將它那個原定的壽命 越來越破紀錄地延長越來越多 那就是說呢 我們量子控球技術 是一直在進步的 我會說 原本是由那些億份一秒 可能進步到已經去了一百倍的時間 但是都在說的 它依然是一個一秒不足的時間 但是在今時今日呢 今次公佈這個技術呢 它們有能力將這些控制到超過五秒那麼久 或者它用舊的技術 它都可以控制到一秒那麼久 都很厲害的 但是它用再新的技術 它可以控制到五秒那麼久 那種控法就是 你簡單地理解 就是我們嘗試在那個量子系統裡面 我們是加上一個激光 很有節奏地去控制它 那種控法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加上激光去控制呢? 它就不是那顆量子會掉落地 我們現在不是控制 不是希望它直接有 不是讓它掉落地 而是希望保持著某一種量子狀態 那個量子狀態不要散開 那我就記得那天呢 有人介紹過這個技術給我聽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那個量子狀態你如果不理它 有得它散去 就會慢慢地就好像一朵花一樣打開 一些煙這樣散開了 OK? 你如果想去逆轉回這件事 你就將它一個外在的物理因素 其中一個物理因素 完全徹底地將它的方向改變 調轉了去 那方法就是你將它踢踢到它整個的池 池墻 即是那個池墟 擁有的池墻 反轉了去 於是它就會好像那個錄影帶倒播那樣 就好像一個逆時針方向的演化 但是你也不可以讓它果龍 一果龍的時候你又要及時將它踢回去 總之令它就是可以維持著一個 原本中間開磋穩定的狀態 由A轉到B 然後踢回去會懂得由B轉到A 然後它由A轉到B這樣散開 你完全就是用一個掌握很好的節奏 令我激光來不停地將這個量子狀態 穩定在一個範圍之內 你可以用花式足球組的比喻 另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時候 去沖湖冷炮茶的時候 有時候玩東西玩到沒有東西玩 你知道你不想那個茶葉沉底 OK 你想那個茶葉一直沿著 在一個茶中間的時候 你見它沉沉一下你就倒轉你胡茶 然後你見它再沉又倒轉胡茶 令到那個茶葉一直就在那個胡茶中間 其實那個道理是差不多的 現在只不過在這個量子系統裡面 我們就需要很有節奏地去控制這個量子狀態 令到它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 你去幫我做運算 基本原理是這樣 這個故事還沒有完的 還有的 現在在這個發現裡面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以為呢 你很有節奏 踢一下一下一下 每個固定時間間隔 就是總之一秒裡面踢幾十萬下 很穩定地 均勻時間間隔這樣去踢 這樣就控制最久了 其實就等於我們花式足球這樣嘛 你一下和一下之間你不要快 你不要慢 總之要控制它 控制它 穩定地控制它就可以了 一直以來去進行這一種 去穩定量子委員的方法 就是這種方法 就是用一個單一 純粹就是那個控制 就是控制著量子狀態的那個行為 是用一個時間做 很單獨 很悶地地一下一下控制它 但是現在呢 這幫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想什麼的 竟然這樣也想到出來 是一定要讚嘆的 就是說 他們想到一種花式的控法 那種控法呢 你不是很明白的 你看到你以為它是好像亂控的 但是其實它是 你如果站上一個高一點的圍度去看 就是原來它的圖案 你要從高一點的圍度才能看到 就是那種好比於就是你要好像加多一個時間的圍度 你才能夠看得明白 它原來這件事情 你在一圍的時間裡面 你看到很凌亂的 原來你跳上一個更加高的圍度的那裡看下來 原來是很有規律的 那這種規律會不會看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Fibonacci Series 就是這個在那個 這個不難理解的 這個不難理解的 是啊 就是這樣說 如果它的控球 最初就是上下上下 我當這樣說一下踢上一下踢下 就是我當這樣 你真正去花式足球 你不是在你下下向上的 但是如果譬如我現在在說 一下就將它由北極 就是整個轉 由上至下踢到下子向上這樣 然後第二下就由下子向上踢回去 總之反過來 一下就將它踢到向下 一下就踢回去向上 這樣踢 現在這樣去控它 OK 那這個規律就是上下上下上下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基本控法 就是你怎樣操控著量子狀態 但是現在它的控法就很有趣了 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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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Fibonacci Series的方法就是 你下一步怎麼控呢 就是參考上兩步怎麼控再組合在一起 它這樣控制 它這樣控制 你出來的那個規律 你如果就這樣看 你如果小孩子做推理 你會知道它有一個規律 但是規律 你會看到它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上下上下 不是可以用一個 你不可以只參考上一刻是怎樣 就知道下一刻的規律是怎樣 你一定要參考上兩刻是怎樣 你才可以知道下一刻是怎樣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序列 而這種序列 原來你就要跳 就好比於你要跳去一個更加多的時間位 看下來 你就會發覺好像有兩個時間位 要同時進行的一種這樣的pattern 在這種這樣的pattern去控制那個量子狀態的話 原來法國比起你就這樣用一圍時間 那種方法 那種節奏來控制 是會可以令到那個量子委員更加持久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了不起 當然你要經歷這個運算去預測才可以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你有這樣的知識做到出來 然後做到 然後就有了理論實驗去驗證 所以我覺得就去 Nature 給它看得實至名歸 也都會是 那剛才你說的那個數字的序列呢 其實如果你看到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鏡頭出來 後面我已經整了那個圖表的了 就是這些小朋友如果對數比較興趣 其實都會接觸過這個 很簡單 譬如我很簡單就是說 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1 第三項就將一、二項加起來 所以就是1加1 第四項就將第二、第三項加起來 就是1加2 然後第五項就將第四項加起來 第三項 那你一直這樣用跟著這個規則來定下去 就是它下一刻是怎樣呢 就要視乎你上兩刻是怎樣的 就是於視乎你的演進不是只有一個參數的 是有兩個參數在的 但是用一些比較數學話來去講 就很比你的序列裡面是多了一個時間軸 這樣解釋的 其實就是 但是我最初的理解就是 它有所謂兩個時間軸的 就是真的經驗上有兩個時間軸 不是一個就是說 純粹是一個數學上的表彈 但是經驗上我們人類是沒有可能經驗一個空間 有兩個時間軸 我也想像是什麽來的 我只會在開會開到很悶 花開我夢的時候 我才感覺到這件事情 或者大家去健身做平板支撐的時候 你覺得外面的時間不理的時間好像是兩個概念來的 就是這樣 那個時候你可能感覺到相對論 多於感覺到這兩個時間軸 就是我覺得是我們的主觀經驗 我們這個人類是方便我們 我想就是方便了我們感知一個時間軸的東西 好 明白 我想我們都不能夠從一個經驗去理解 純粹是一個邏輯或者一個數學的概念去理解這件事 是的 如果你真的要用一個數學概念去理解這件事 有時就是 Roger Penrose去研究一些物鋪平面問題的時候 他就用了一個空間的方法來幫我們了解這件事 你知道物鋪平面的話 那你四方 蜂巢形狀 四方形狀的東西 你就可以基本上 如果物鋪平面 你四方形的階磚 你將那塊磚向打橫 向上 向下 而一格就不斷重複這個動作 就會最後物鋪平面了 但是原來世界上有些的pattern 你不是單單可以說就將一個形狀 向某一個方向不停地平移 就物鋪平面了 有些是完全你找不到那個pattern 但是它最後是物鋪平面 但是中間你找不到一種很簡單的平移方法 就可以完全物鋪平面了 就是台長現在你自己 在你身上的screen 展示出來的那個圖 但是有人就研究它出來 就說原來這個平面 你如果純粹意為地去理解 你是不會明白為什麼它是有 好像一個完全沒有平移對稱的狀況之下 但是都可以物鋪平面 你沒有辦法理解的 但是原來你上到五維空間那裡 你就能夠理解到的了 這樣 什麼叫做五維空間 什麼叫做五維空間 你問我 我都說不出來的 就是總之它就說 你如果你是 就是它就會說我們看到 就是現在台長你身後面 展示到這種物鋪平面的圖案 它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它只不過表現出來就是一個五維空間結構的物體 project回去在二維那裡給你看到的影像 這樣就明白了 就是我唯有就是嘗試用降維的方法去解釋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用那個波子來砌堆金字塔 然後你隨便在任何一個角度 一把日本刀這樣批下去 批出來的那個面 那個出來的那個pattern 你會發覺可能不是你想像中那麼整齊的 但是你會發覺如果你升高一個圍道 你就很明白這種結構是排得很整齊的 但是你劏開了之後你會發覺 在降低一個圍的時候你會發覺不是那麼整齊 或者它那種整齊的方法 不是說那麼簡單地可以去理解 不是可以是一個以為世界就用簡單去理解 你要升高一個圍道才容易一些去理解 那這件事情就是數學家就很懂得去想這些問題 優而為之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另外一個比喻 就是那個地圖其實都是不是這樣的 地圖 地圖啊 我們如果我們現實世界 我們是一個三圍空間來的 如果我們要將那樣東西壓縮成為 就是令到我們理解到的 是不是我們將它變成二圍 其實就是硬要將它做的切面 就是你等於硬要將那個地球批一層皮來看 這個就是整個地球的那個做法來的 就是把它批開 變成是一個二圍的 那這裡你就可以表示到就是 你將一些東西硬要降圍地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就會一些比較大 就會像一個核子摸象的情況 一些比較大高維度才看到的規律 你就會在低的維度你就看不清楚了 會亂了 會是吧 那個比例很簡單的嘛 就是等於 如果譬如我在地圖上面看 我理解不了地球是圓的 是不是? 我要將它變成一個三圍 我才理解到這個是圓的 是不是? 好 太深了 是 我們 就是這麼說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就是這一幫人去研究到這一種 去幫我們穩定了這個量子單元的這個方法 就是是一種這樣的方法來的 是不是代表著我們實際上這個世界有多一圍的時間 這個不需要是真的 不是一個主觀經驗 不需要嚴正的事情 但是在它的數學表達 在它的物理上的印象來說 它有了這個概念就幫我們去未來 更加貼近去建構量子電腦的 最重要是記住這件事就行了 其它一些就大家當作科研小說就理解就行了 好了 這一節我們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